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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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信呀 你是 刚才刚说要选打火机呀 哇 又浴衣了一下 哈哈哈 哇 他们这么大反应吗 很夸张啊 好笑 可以端木齐火呀 你们 你在岛上不能制药的呀 他一开始选的就是打火机 我说实话我已经预测过了 我女生都在吐槽说 不知道哪个显眼包会选这个999 你知道吗 我男朋友应该不会带这个吧 不好说 我就怕哪个显眼包 你知道吗 就 球球 你可以看里面的回放 我就说她肯定会选999 要不就是 然后棋子是水 应该不太会选这个 谁要选这个 因为我是我要选 我自己想选的呀 对 好吧 我们在这站着吧 站着 这个真的是太难猜了 真的是 太难猜了 大哥 不行了 大哥 请陶东依来到中央广场 我还能再改点是不是 他最后一个还在纠结 全都拉出去 全都拉出去 不要这样 凭直觉 加油 我觉得他应该了解他女朋友 应该会选防晒霜 对 那么喜欢化妆 对 不会我改错了吧 哎 你就凭直觉啊 三 三 二 一 开 哦 哦 一犹豫就拿错了 对 不能有这个第二次 你干嘛 啊 怎么可能 可能要是防晒啊 不生存第一吗 你本来对的呀 我第一反应可能是戴防晒啊 我那么白 第一反应 对啊 他我刚才 刚才你拿到防晒了 秀萱拿了 我都说平直觉你点什么点 他们都没站在女性的立场嘛 就想 有时候可能想多了 我觉得 对 没事 来来来来 欢迎 欢迎 罚站组 我这个真的很精彩 我的第一选择也是 打火机 后面我改了这个 所以第一选择很重要 对啊 你怎么想的 我想的应该求生欲比较强 你认为我会考虑这种东西吗 我觉得你会 我觉得我不会 我觉得你会 请龚蕴兰来到中央广场 大哥丑 大哥的更难下来 别抖 别抖 不要换 不要换 我就他 我就他 你会啥子 你别打他搞的 打不出来给我死 大哥的家庭地位一目了然 打不出来给我死 大哥别抖 这样证明大哥对了 我感觉大哥对了 大哥我在这儿等你 不要瞎说话 3 2 1 为什么会选放菜 大哥不是那种人啊大哥 你疯了吧你 你真的太不了解我了 我的天哪 真的好气人 我平时脸都不涂就能出门的人 你这样防晒霜 我们每次都去软 你都会 他就更礼物 大哥刚刚很笃定 说大嫂每次出门都会擦防晒霜 每次开车都要涂一下 大嫂在里面说她绝对不会涂防晒 对啊她怎么可能是防晒霜 还有一点不要跟我说话 大嫂是真生气的 看得出的 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按照我这个做的 你永远知道所有事情考虑的时候 我都是先考虑你的 我不会考虑我的事情先 是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对啊那你选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选那个呢 你选什么防晒霜呢 他懂我呢 对当时真的很气 因为我没想到会拜在这一题上面 就是她一直说她是为我想的 她想表示出来她对我的了解 但是其实是相反的 是非常不了解我她这个选项 我是生气这个点 对 大哥手在动不动 对 我觉得她有可能会对 加油加油 我觉得你可以的 3 2 1 音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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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明知道我我肯定会想要音乐啊 可是你在岛上面你有电去听吗 我会考虑这么多的人吗 我是考虑这么多的人吗 生命最重要的水 冬季里面也有水啊 嗯 真的逻辑思维都完全不一样的 我的天啊 没一个成功的 我当时还觉得至少得有三四个能队 一个都被队 请陈柳铭来到中央广场 好 不看不看 偷看偷看 老公 靠我们了 老公 老公没反应 心虚了现在已经有点缺了 我很有信心的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结果打脸打最想 就是我好吗 我对他们每一队都很有信心的 咱们全站在那边 你这样更没有压力了 我们选错也没关系 啊 对对对 不要掰我了 我很痛 恐怖好了 大嫂恐怖 是不是你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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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说 先别碰 我选的是有我的道理 我也有我的道理 而且我也有你的道理 等一下 三 三 二 一 啊 感对了 全家福 啊 啊 全家福都能对啊 啊 啊 一说到都起了 我的天 尤其 一对 有意思 都无人倒了 在全家福干嘛 又 走 更大气了 哈哈哈 我知道 我就知道 我知道 看过一遍 我就知道是全家人 我也是 其他东西都是可以在岛上找到的 人在荒岛上最需要的就是精神的寄托 就其实我们现在在这儿拍节目 我们两个每天睡前 都要看他猫猫狗狗的照片 这个真的是支撑我们这么辛苦 还能亢奋的源泉 可以 就看娇娇怎么选的现在 因为娇娇刚刚有纠结 十四年 十四年的爱情 十四年的爱情 十四年在一起 看一下他们这一队 锦鱼雪娇来到中央农场 这个女儿很可爱 很可爱 紧张死我了 我在 别别别 我在里面继续紧张 选我喜欢的对吧 你怎么看起来胸有成猪 加油 加油 十四年的 别说这话 三七年纪的也没过 我们这差不多 不是必须品 就是我很喜欢的 一种东西吧 故意的 完了 故意的 太重了 羞辱成竹的笑 那次 好 我喜欢土豆的 认对了 时间还是有道理的 对 两次石头剪子布 没错 秘密哥在告诉你是对的 土豆还是音乐呢 剪刀石头布吧 我代表土豆 你代表音乐 剪刀石头 我代表土豆 你代表那个音乐 怎么样 不 不 我是土豆 好吗 刀石头 行 石头 剪刀布 哇塞 可以的 那就带上土豆吧 对啊 因为他很喜欢吃土豆 土豆丝对 土豆情侣 土豆情侣 您好 太厉害了 你这刚开始你就选了土豆 我们这几次选了土豆 我本来想选你喜欢的 但是姐姐会跟我 他想了半天 是音乐播放器还是书 对 我当时说如果我选 就是书跟播放器 我自己选肯定要么就是书 要么音乐播放器这两个 但是他的话 土豆 因为他爱吃土豆 爱吃土豆 他爱吃土豆 但他这里面最喜欢的就是土豆 应该是一个默契吧 是的 我觉得那个默契 不光是体现在答案上面 甚至我们来在展示答案的时候 那个动作都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就这样 一二三 你哪个手 我是那边的 那往哪边展示 我给他展示 给镜头展示 一二三 动作也很一致 哈哈哈 真的 你们先说 像一样 对对对对 他说一定会选你 你俩咋会错呢 会错呢 说谁俩 哈哈哈哈 你俩咋会错呢 还要在别人的 像孔上撒盐 大哥大嫂绝恋了 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就做怎么样的人 不要去做一个浪漫的人 好 你觉得你去收拾行李 还给我带防晒吗 不会啊 哈哈哈 气死了 教做人 大嫂的认真太有意思了 真的是 哈哈 所以是不是 其实大哥大嫂 我一看都是平常都是 大大咧咧的人 但是因为他把这个事情 看得很重 所以他才会觉得说 你怎么会没有跟我一样呢 嗯 对 最后大嫂说 你就做你自己 不要去演一个浪漫的人 哈哈哈哈 哈 运动员不太会说 最注重的 是这个防晒 嗯 对 就我也不知道大哥这会儿是上头了 大哥上头了 他就上头了 他看前一队的 对对对 女生在埋怨 被前面影响了 男朋友 你怎么会想到 我才不管那么多 我就是在岛上要防晒 哦 岛上要防晒 要防晒 真的就是女人 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大哥一看就是平常家里事不太会 对对对 太管的 对对对 因为大嫂肯定是把所有事给她包揽了 然后就希望她好好的专注于她的比赛 对 热身任务 如果她 第二回合 万一你们一直有默契 我们就要在这 在一天 我的天 好 再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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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鱼老板 小鱼老板 如果明天地球毁灭 她最后想吃的一顿饭 女生请写下自己想吃的菜 男生进行猜测 啊啊啊 哇 这个好难 这个 土豆丝啊 有过这一轮 它太容易了 这土豆能赢到决赛吧 应该是 哦 对 土豆丝 我已经知道是什么 太简单了 土 豆 丝 这有点默契 就是会写土豆了 因为刚才的土豆都赢了嘛 对吧 你想看吃什么 想吃海鲜 海鲜 哎呀 我有个小本子 就是它喜欢吃什么 那你会做饭吗 会 它做的最多就是红烧排骨了 你觉得最好的一顿红烧排骨是什么时候 就是分手 然后它重新来追求你 我那次炖的是真的妮 那次确实挺美的 然后直接炖到回心转意了 小伙 炖了四个还是五个小时 就一直在炖 然后那个肉都脱骨的你知道 入口即环 我很喜欢吃辣嘛 但它不吃辣 那它先就我的口味 就放了辣椒 那是味道最好的一次 可见用心程度决定了美食的味道 然后那天吃完以后 我以为它会让我留下 跟我再聊一聊 吃完晚上 走吧你 我气生气 我出去把那个饭盒直接扔了 真的 扔了 扔在楼下的垃圾桶里了 真的 你生气了 没有生气就是很难 你刚刚用的是生气这个怎么样 很难过 难过还是生气 这两个差很大的 我最主要还是难过 心狠了 能做一段时间 做了一顿饭 你就想让我回心转意 没有 就是 所以请我很长时间不正常 你就说你做了多久吧 也挺久的 有一周吧 一开始还是分手那段时间 就分手那段时间 也就是你同意了 你不同意他还能做 他两周三周他都坚持 他肯定是一直坚持 你看还是洗衬等我 对 请雨雪椒来到中央广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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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写了个菜单吗 我没看错 有 土豆 是 有 有 土豆 你写的是菜单吧 土豆排骨 这都是我妈做的很好吃的 你看我都标号表 这土豆丝肯定是第一 然后松柚鲤鱼是第二 然后这个土豆排骨是第三 还是挺敢动的 挺敢动的 他都了解他爱吃什么 连年了 时间太长了 看到 太了解彼此了 接下来请陈柳铭来到中央广场 压力给到这边 这个不能做 这给我甜甜吃 甜甜吃是什么 完了 完了 你一言又止 大 大差不差 大差不差 加油 加油 你手手那么冷啊老婆 三 二 我觉得会对的 一 海鲜 泡面加 有海鲜 很好 海鲜 很好 然后蛋泡面 海鲜 他这里说最后再加一碗泡面 这也是对的 哇 我的天啊 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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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厉害 一模一模 全带 最好再加一碗泡面 那这个准确率高 可爱 可以 这个 这个 辛苦很快 对 哈哈哈 获得第一名的绿队夫妻是 顾元熙 陈柳铭 他们可以决定下一个主任务的对阵阵容 哦 好难 其实他们那个海鲜面 就已经是赢了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 梦菊雪娇 还有元熙柳铭 他们两对情侣的这个 胜出 并不是一个偶然的 嗯 或者说这种偶然性里 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必然性存在的 他们一对呢 是恋爱长跑14年 对彼此的这种了解是细致若微的 嗯 元熙这对来说 他们实际上是已经领证的这样一个情侣 所以他们已经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就可以看出 他们给到彼此的那个承诺 是已经非常这个确凿 无理 非常坚定的 嗯 我觉得这也是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两个人不一定说只有靠力量的优势 也可以通过彼此情感上的这种优势 来胜出我们的这个挑战 现在发布下一个主任务 哇任务公开了 哦 在这吗 那下一个主任务是爱的责任感 爱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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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各位预备夫妻前往任务场地 爱的责任感 可能就是说两个人捧一个重量 看谁捧得最重 一个人代表着你们的爱 然后就是那个是爱的责任感 我觉得不是以两人为一体的 确实因为到现在为止 这样子的游戏形式还没出现吧 对 老婆你要是这个还能猜对我 真的是很负奇 嗯 可能一个人代表另外一个人 就是你要扛起两个人的责任 对 我觉得一个可能是你替你办理去做 也有可能 我觉得你也挺厉害的呀 当然了 当然了 你看这大胳膊这大高胳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吗 他要是犯我了我就肯定 我得 来吧 来 这次大大气 大大气没问题 安全第一 嗯 就是他也是 这是一个比赛 安全 我们可以的 我们是最好的 他们很厉害 但是我们会赢的 那我们休息然后休息 等会去 我跟他们学画的 看来 看来 你看我 oggi 看到有一种 什么格斗的感觉 对 天呐 你这个圈里面还带水呢 有水吗 有水吗 砍错了吗 真有水啊 肯定是格斗 往水里推 好冷啊 真的吗 突然下去了 那个是什么 我的妈 今天是对抗 今天八成我肯定跪了 大事不要 我觉得有一点点危机感 两个是什么意思呢 一边是女的一边是男的 每次游戏都很新颖 我都没见过 这里是由999感冒0 和小儿感冒药冠名的 挚爱之战 爱的责任感 任务即将开始 爱的责任感 共分为两个回合 第一回合男生对决 第二回合女生对决 若第一回合中男生胜出 则女生不用参加第二回合任务 两人均可解释 大哥 大哥 低调 终于来我的战场了 把我失去的拿回来 我一定是把防晒霜支持 赢回来 宝宝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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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 加油老公 加油老公 我不想下水 有我在 你不用比赛 相反 若第一回合男生没有胜出 第二回合中女生胜出 两人一轮可以进起 男生接上一轮 如果赢了 保了女生出去 但是如果输了 女生再去竞争一轮 也是一种互相背负的责任感 这个很 这个太好了 这个肯定平尽全力了 下面 宣布爱的责任感 第一回合男生对决规则 来吧 第一轮 在场地中央 放着两个重50公斤轮胎 四个男生一组 两两对决分别争夺一个轮胎 他们需要把轮胎拉向女友 并拔出女友面前的旗帜 率先拔出旗帜的两位男生获胜 获胜的两个组队 与另一组获胜的两位男生 再进行对决 双方争夺一个轮胎 哦 哦 率先拔出旗帜的一方获胜 获胜的两个男生和女友 一起成功晋级 本次对决的对阵阵容 由顾元希 陈柳明决定 她俩可以选一对弱一点的 她要先把弱的打掉 然后跟强的联队 跟强的结盟 对 我拿着脑低一点就是 高峰你千万不要跟大哥碰上 大哥碰上 你死定了 秒发 你觉得他们都能秒杀 对 我可以说除了大鹏老师 其他人都可以秒杀 如果说让我选的话 我肯定会选大哥大嫂 我是觉得她也是个强者 因为我们也是比赛性质 很多的这种赛手 所以我们觉得跟抢手过招 其实蛮刺激的 嗯 输了其实并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是你要怕她的话 我觉得就比输了还差 其实 下一把遇到谁 我都会努力地想干掉她 当我知道是这个选项的时候 其实我不是太操心 所以在竞技体育这上面 是完全百分百的势力 所以一点没担心 大哥眼里有光了 现在 发布由顾元希 陈柳明决定的 爱的责任感对阵阵容 第一组 张伯后 对顾元希 分组之后 我就觉得绝望了 没有没有 我被分在了死亡小组 我觉得 那你就说你遇到谁 你不死亡 你说 谁 我觉得只有遇到黄历 我不死亡 那黄历已经淘汰了 剩下那几个 你看看那体格 都能把我装进去了 这场上唯一剩我一个 清亮级的选手 我感觉今天就是把我 盯在了耻辱度上的一天 张立鹏对姚豪 完 我们加油 第二组 李孟举对王锦诚 高峰对郭子豪 听到是个人差 然后我的对手是高峰 我觉得 不是没有这个赢他 可能就是我是我是的人 可以的 我相信 没事的 我觉得你要是能对战大哥的话 无论输赢 你们都很牛 可是被金腰带打过的人 是不是 啪啪打脸的人 晃晃晃 对 冷了 还好 六百进来 六百进来 要不第二把也不要让你 没有三百 对 我现在一点压力就没有了 哈哈 我非常幸运 对 因为我正常发挥 如果会不出现一些失误的话 应该会把棋给拔出来 爱的责任感第一组的对决 现在开始 这个我会用一个爆发 就是很快结束 不可能打消耗 不打消耗 为什么要打消耗 不可能打消耗 你们分析一下哪两个会胜吧 怎么就不用想别的 我觉得大哥会胜出 这个大哥优势太强悍了 这是他的游戏 肯定大哥胜出 我也希望大哥赢一把 证明一下 真的 把之前输的那个防晒霜给赢回来 把他赢回来 第一次赢的人 这次是优势就没有了 因为那次是有氧 对 这次可能需要就是 力量 很有力量的感觉 请男生进入比赛场地 加油 好恐怖 他男朋友对的是大哥 他淡定了 这个太紧张了 哇 哇 就没有了 这个 哇 大哥 大哥太猛了 哇 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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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加油 瑶海可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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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ric 加油 加油 啊 加油 加油 左边这样 啊 加油 加油 啊 加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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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了 拿到了 哇 就是碾压 他就单手都可以能拉 对 就是力量差距太大 对不起 我太弱了 接下来姐姐保护你啊 没事 我当时就想男人做不到事情 让女人来做嘛 这表情我喜欢 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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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磕到了 加油 这个也太惨烈了 这一组 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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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住绳子了 抱住绳子了 有 好顽强啊 伸手 伸手就能 最败游泳 很棒了 杨豪 你扶一下人家 没事吧 没事吧 可以的 太牛了 没事吧 没事 都是为了爱人在这里努力 没事吧 没事 爱的责任感第一回合获胜的是 顾元希 张丽鹏 太可怕了 我就看不下去了 我都有点 跟我们想的有出入 力量好大 我们本来想的很快的 就是她想用爆发 但没想到你力量那么大 耗了那么久 棒 哎呀 受伤了她 好厉害 没事 没事 好厉害 好厉害的啊 没事的 都猜到了 没事 没事 我那个时候 一股定的跟她说对不起 因为 在第一场 我都拖累她了 我担心她就是太猛 太想要为了我 然后想要去 很努力很努力地 然后去尝试赢 然后就伤到自己伤到腰 这是我最担心的 因为我们见识过大鹏老师 就是单纯今天这个竞技这个项目 这个游戏来说 我觉得太是无敌的 就给大哥绝对不丢人 哎 对 终于灿烂地笑了 是这样的 这次的回答和第一次不一样了 对 大家觉得很温暖 对 第二组对决现在开始 让你撞啊 一会儿小心打脸 我不会让你下水的 小心打脸啊 呦呦呦 不宜一力 加油 我一定要赢 因为我女朋友不喜欢游泳 擦 我对自己的力量 还是蛮自信 我这个工丁级 几乎没有对手 高峰可能是这里面最有劲的 冰哥哥很厉害的 对 硬拉200 请男生进入比赛场地 宝贝加油 好刺激 好刺激 我一下来就 草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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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 我 会卡住 腿不要进来吧 我腿很危险 我那边不能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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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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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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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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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玩 玩 加油 李宝杰 加油 李宝杰 快点 快点 加油 李宝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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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好胶着 他没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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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拖着走了 快 快 快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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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站起来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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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行了 太累了 这个 好 没关系 快起来 站起来 站起来 坐 站起来 站起来 来 走 累了 加油 宝贝 加油 快 抓你夹吧 加油 加油 卫家 加油 轩 他.] 可可 加油 哎呀 加油 雨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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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激烈啊 加油 緊張緊張撿起來 加油 我的腰其实 因为常年 跳舞有伤过 在拉的过程当中 我就觉得我的腰压力太大 再拉的话 我的腰肯定会受伤 以她的体重 她已经坚持得非常厉害了 对 没关系 这第一集不说给你 没关系 那就下水吧 没事 何心疼她 我不想让她再受伤了 看到她拉在地上拖 真的会心疼的 就是一旦我真的上了场上 即使我不舒服 我也要拼均全力 我会很上头的 我会狠狠地拿下对面 哇这个 不是 这俩还在那儿了 还在胶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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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其实一直有低估 子豪 对 他真的很有能量 我没有想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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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好难啊 我的 我 dri柑不可以游泳 我 dri柑不可以游泳 下水 我 dri柑也不可以游泳 怎么回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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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我可以下水 学习又一样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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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 要洗腿 我去 老公 没关系 他们这样一定会受伤 就是我觉得身体是第一位 是想要看见她受伤 我是我老婆的依靠 我要保护她 就很简单 我要保护她 很心疼 看到他们都在地上 就一直在折磨自己的感觉 就很想他们快点结束 就任何一番快点结束 老公 下一个 我的优势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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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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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比了 我们不比了 不比了 真的不要比了 太危险了 老公 老公 我们不比了 我们不比了 加油 加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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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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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到了 到了 啊 啊 小心 啊 啊 全上面 真的地困到了 厉害的 厉害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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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以后应该会想起来 就是对方为自己这样拼过 这时候需要一个拥抱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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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真的 对不起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太笨了 没有 他拼尽全力 去干了一张 虽然没有赢 但是他已经尽他最大的能力了 而我觉得在下半场就是 情侣要两个人一起去努力 我要做我该做的 去保护好他 也要让他能够成功晋级 这就是我该做的 这节目 这是节目 这录的 看的时候一直在哭 谁看的不想哭 这只是第一轮而已 男生还要再比第二轮 很难再比 我觉得 而且第一组肯定有优势 第一组先比还有休息 对 休息 所以他要这样安排 顾元希这一队是很有头脑的 哦 第一回合 决胜局对决 游戏元希张艺鹏 对王锦诚郭子豪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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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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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哥还是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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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啊 这颤抖状态啊 对 啊 啊 啊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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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惨烈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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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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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大哥不太 我太爱你了 啊 啊 啊 抱歉了兄弟 没事 真的抱歉了 没事 这个游戏的名字就是爱的责任感 我想把所有的责任都攔在我身上 我不想去让他再去下水 去做别的事情 无需参加第二回合任务的是 陈柳铭 龚韵蓝 其余六组女生进入第二回合对决 反正你尽力了 然后我也会尽力的 为我们赢得比赛 嗯 相信你 加油 有信心 我觉得他 你对我有信心啊 就是至少比对我自己是有信心的 老婆 加油 这个家还得靠你 还得靠你 还得靠你 释怀了吧 可爱呢 杨豪 好可爱 我觉得首先咱们这个游戏设计的很精彩 对 然后我觉得这排兵布阵的也很精彩 聪明 我真的想一下如果真的是自己另外一半在场上这样 马上我走人 对啊 就是宁愿不比了 也不想看他在那煎熬 嗯 单纯从竞技比赛中 大嫂的这个心态没有起伏的 对 他其实是压着的 嗯 你看到 好 然后一拿的 好了 然后 接受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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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技运动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最好的一点是什么 我们 可以更坦然的面对输赢 体育精神我们也一直在说 大家都是想着赢 没有人想输 但是怎么样在失败中能够重新找回信心 嗯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但你们说的这个吧 其实还有很多的是 就是我为我自己 但这里头不一样 他的点在于是 还有另外一个人 我输了我的另外一半就得上战场了 嗯 我要赢了他就保住了 有点这种感觉 嗯 我第一看着很心疼 第二我又很羡慕他们 因为我觉得 参加过这一次活动 不管是 他们的爱会更深 他们的爱会不一样 对 我有时候觉得 爱它是真的可以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的 嗯 因为爱我们愿意去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因为责任会激发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身体里会有的那种潜能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责任感的时候 我们才会被深深的打动 嗯 来我们来看女生对决 爱的责任感第二回合 六位女生进行一对一比赛 落败的三组预备夫妻将被带定 三个人禁忌三个人带定 对 继续定胜负啊 就让你一个人一起就可以了 不会让你的心血白费的 现在宣布任务规则 两名女生在圆形战骸上进行对决 对决中身体任意不畏触碰水面 则为失败 老婆没有任何压力 我没有压力 我没有压力 他这个牌子不动我没压力 推不下去我的 我140斤 当时的心情我其实还蛮轻松的 我说可以 还可以去玩一玩另一个场地 我觉得我其实挺轻松的 这个小女孩可能就 她太熟了 她太熟了 加油 精力 精力 她不喜欢 她就是不喜欢 斗争 不喜欢比拼的一个女生 因为我知道我个子比较矮 然后力气没有那么大 内心是很惶恐的 当时其实内心有想过 可能要进复活塞了 现在由第一回合胜出的两组预备夫妻 决定第二回合对阵阵容 为什么是我呢 我的天哪 为什么是我呢 来吧 我们也猜猜他们会选谁 他们会让我们势均力敌吧 这辈的人应该就是婷姐 她的重量就是摆在那里的 所以我觉得我跟她对决的话 就可能会有点吃亏吧 肯定是婷姐 我俩体型 选数比较大 没有赢的可能性 我的意思就是按体型吧 体型大的两个一组 体型小的两个一组 中间的两个差不多的一组 完全是比较公平的 点赞 给大嫂点赞 所有的比赛都希望 在公平公正的情况下去 进行一个对决 所以我直接就把相同体重 差不多的分在一起了 他们也同意 我觉得这样是最公平的 对 第一组对决现在开始 有点公斤级的比赛是吧 对 请翟宇入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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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 翟宇是对谁吗 是谁呢 不会是我吧 请徐一乔入场 哦 还可以 我觉得是一场很好的较量 因为我俩体重几乎一样 我自己其实对我挺有信心的 我在力量上应该会略胜一点点的 我真心觉得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这种肢体之间的冲撞对抗 对我来说其实压力挺大的 我不太想出手 我觉得徐一乔他赢 但是翟宇的灵动性可能强 因为他是打网球的嘛 对 其实小技巧也是需要的 推这种要看技巧 挺伤心 挺伤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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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加油 力太大了吧 好激励 加油 加油加油 哇 哇 哇 这样手手碗要冲 小心小心 不要弄上 我的天哪 我看一乔的劲好像还大一点 是 乔乔真的还是蛮有力气的 你看基本上在戳他 第一天那个走泥地就能看出来的体力好 对 真的 加油 挣脱了 他们还是八十有数的感觉 一乔很厉害 哇 小心 很大力 加油 加油 好不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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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定会倒的 哇 怎么还有技巧呢 这个也太紧张了 我的天哪 他很难 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这个太难了 这很难决出胜失去 这个只要不是绝对优势的话 这两个人都去别人场是未知的 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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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他们那么想要赢 但运动员就有一个特质 你只要一进了赛场 你就不想输 你一定不能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的手里 这柔树子 真的像八星柔树 真的像八星柔树 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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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厉害 过反客为主 他抱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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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脚沾水了脚沾水了 第一组对决的获胜者为斩羽 我输了 我输了 对不起 挺厉害的 真的急了 急 好精彩 好精彩 极极的漂亮 我跟你讲 太强了 抱抱 抱抱 太强了 抱抱 抱抱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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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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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特别棒 特别棒 来来 走 对不起 没事 超棒 超棒的 超棒 超棒 咱俩 是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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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免的 但我的书就是 其实我跟翟宇之间是可以较量的 如果我再努力一些的话 应该是可以 如果我们有点大 大头对三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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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没关系 下面这朋友上去要厮杀这个东西太残忍了 赢了在心里也未必不够 很棒 很棒 都很棒 都很棒 真的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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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压力很大 很大 就不想有这种对抗 但你不得不 而且必须得有一个人才能赢 前一秒还在跟你说笑的人 下一位变成你的对手 对 精神上的压力会比较大 而且今天一录 好了 一个是闲眼包 一个是爱哭包 我是五 唯一个环节都要哭 我们也是 我们也是 我们也在哭了 不是你的 看着人 第二组对决 现在开始 第二组会是谁 请刘兆婷入场 没问题 没问题 我们没问题 加油 我真的觉得一个我140进程 除了大嫂一下给我拎走了 其他人真的很难 他一定干不动我的 不会是雨雪焦吧 我觉得能跟他匹配的 有可能是 请雨雪焦入场 请雨雪焦入场 来 我拎了 你过去了 快一点 来 我拎你过去了 那里过去了 快一点 快一点 来 等我等我 他刚刚真的非常的愧疚 他一直一个人站在那个黑暗的里面 特别难受 比赛的环节并没有那么的好 去赢得这场比赛 我其实并不是很想看到的 跟另外一个女生去对抗 没事特别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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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这个要是不行 咱就去复活赛 没关系的 好可爱哦 娇汉了他 没关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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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姐啊 好 好 好 有男生哭了 又很宠这个女生呢 好 好紧张 好紧张 不要努着 感觉累了 不舒服了 马上停下来 咱可以不比了 好 我带你先好 焦焦好像冲肩更强一些 加油 加油 他焦焦没有劲 好大力 天哪 好大力 我俩直接被骤飞了 他俩都站着的 我俩都是趴着的 我的天哪 这好大 焦焦这回可不焦了 你看 他没想到一向来 给他冲击力那么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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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放弃 加油 不要放弃 加油 不要放弃 真是拖不动 拉不倒 当她推我的时候 我就知道她太没气的 她是可能说一个持续性的人 但她爆发力很弱 所以我一直在守 加油 我俩真的拉扯了很久 因为婷姐她重量 就是摆在那里的 所以我觉得我跟她对决的话 就可能会有点吃亏吧 不占优势 扳腿要 脱后面这样脱 对 我看到婷姐的状态 就是属于一直在耗着娇娇 这娇娇来说是一个很痛苦 很难的事情 这样真的好难 这样怎么 就是两个重量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我是运动员 我也 她不会认输的 很累但大家都不放弃 加油 好感动 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继续 继续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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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出水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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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她想在这个时候把她给翻下去 这样可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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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谁太紧张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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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就差一天 他挣脱了 刚刚就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再来就有点困难了 娇娇 有点危险了 没体力了 危险 危险 娇娇危险 太危险了 来 接她 接她 这时候天冷 所以男生很怕女生 掉到水里 随时在接她们 宁愿自己下去在那接她 漂亮 婷婷她把自己的优势 发挥到极致了 第二组对决的获胜者为 刘兆婷 你很棒啊 老婆 很棒 她在为我拼 我也会在后方保护好她 这我们俩共同地 互相为对方考虑的想法吧 哎呀 干嘛那么辛苦啊 没事 没有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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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可以了 不要 行 行 很棒了 很棒 很棒 尽力了 这个劲儿没办法 就踩上去 超棒 超棒 咱们绝对不跟你说 你超棒 真的超棒 我已经感到骄傲 宝贝 好 这个节目就从头哭到尾啊 每一集可能都要哭 娇娇输了其实并没有关系 我能感觉到她其实也在拼尽全力做好这件事情 我更多的是要在这里站定支持她 我觉得我们必须得共同去承担这一切 去面对这一切 刘兆婷趴在那个地上 雪娇在把她往水里推的时候 她那个眼睛 非常的坚定 对 就是你休想推动我 对 但是你看娇娇也是 本来是跳拉丁 她那个表情平时都是那种的 在这个场上她那个表情就是另外 对 是另外一种感觉 就是真的是拼了的那种感觉在里面 娇娇说我是运动员 然后爆发了第二次能量的时候 其实就差那么一点点 对 一乔也挺坚持的 跟宅雨 我都没有想到她可以坚持那么久 一乔其实力量上我觉得是上风 对 但是宅雨的技巧好像更强一点 她更灵活一点 宅雨有几次翻滚 非常灵巧 她都已经到那个边上了 她这样还是又翻过来了 依靠一些技巧 我觉得她就最后拿到了胜利 这是我没想到的 那个从 其实从眼神可以看到 她们战斗状态 因为我们运动员能知道 你在比赛中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看这几个女生的时候 完全跟我们一样 她们男朋友去比的时候 她就说不行就放弃吧 还有我 我觉得这个担当 对 很感动 第三组对决 现在开始 请邓卓音 陶东妮入场 两个相对交叉的女生 加油 脚受伤了 加油 真的受伤了 加油 加油 她体勾也差 其实差一点 对啊 还是她瘦 对 对 我觉得我个子比较矮 然后力气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们可能靠内力 就如果要长期战斗的话 我们就斗长期 冲过去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角斗 这个是脑海里面有的斗血 刚才我们是队友 不过现在对不起 因为比赛关系 我们要打对方了 对不起 你要游泳了 酷 就是能感觉 那个一下就燃了 你知道吗 感觉两个人就小宇宙大爆发 就互相碰撞 你觉得这不分伯种 卓音吗 还是妮妮 加油 TVB都会赢 她灵动一点是不是 对 加油 我来 加油 我觉得妮妮会 看体重应该是妮妮 走 走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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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太瘦小了 我一定会坚持到底 我一定会坚持到底 轮到我来保护王景成了 那两队非常小的女生 就真的没想到 她们俩当然对决的时候蛮凶猛 心脏里出了一头野兽 我没有看见过她 那么用力去玩一个比赛 哇 哇 哇 压然后稳住对 压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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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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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有反准 啊 下一集 到底谁赢了 我很想看后面怎么办啊 我拿姐的意思是想看一下第三集开局 这个节目真的太好看了 这节目就是要停在这儿 吊足所有人的胃口 我非常烦这样 我真的受不了追剧 不能每周追一个两集那种 不能 所以你会觉得是妮妮还是卓英 我就大胆擦一个吧 两个人一起掉的水 然后卓英在下面 先灼水 卓英很想这样把它翻下去 然后她又再使劲把它往这走 对 有可能她转的时候 那个就直接过去了会不会 但是她下面的体格要小一行 是不是能够转着过来 她在那个边上她不可能不掉 对 上面的掉的时候她一定会掉 就跟她们两个是谁先沾的水 对 是的 我觉得女生也是真的 也挺拼的 我跟你说 女人拼起来就没男的什么事了 可以拼那么久 而且坚持那么久我都没想到 有几个我们能够感觉到女性是很有能量的 对 但没想到瘦小的也一样有能量 对 尤其是那个演员 那个小姑娘 对 所以我们这节目是真的好看 看到这儿我们所有人都会这样 下一集 下一集 很想看下去 还没看够 我下一集要不来该怎么办 真的 对 那一直在想到底谁掉下去了 所以呢 有各个多维度可以观赏的一个节目 你们怎么能够不守住呢 下一集我们要期待的是 最终谁能够成功竞技 一起期待下期节目 孩子不感冒 妈妈没烦恼 本节目由儿童专用的求求求求小儿感冒药 挂名播出 她很喜欢雪山 所以我们在媒体雪山上的球场 我就 我以为我在说话 但我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算了 我现在都不敢瞅她 我瞅她一眼 她会给我一个白眼 突然没有人跟我说过这种话 关你有没有孩子 关你有几个孩子 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现在宣布本轮生存对决任务 真的快折磨得不行了 我更想放弃 不断地在淘汰边缘徘徊 不是 你刚刚为什么要在女孩面前说的情话 我有点担心她们 虚按顺序背诵另一半所写最重要的人 没说对 顺序说错了都不行 就回家了 说了就淘汰了 一直在脑子里面 十个人 你也不知道男生写了谁 很焦虑 没组中的第一名进入下一轮任务 没组中的第一名进入下一轮任务 一方要门鬼眼就是信任问题 你告诉我一声 没组太快 他对我多细心 你在这儿是吗 你是不是在这儿说话 我们就想说 有没有可能可以累高一点 对 玩什么丢水平游戏 有没有什么惩罚什么乱七八糟 有啊 男的都活冲吧 我都算惩罚了 公主抱然后做深蹲 那明天不用挑战 咋的回事 就给我抱五个公主抱 你就不能行啊 所以你们是网练人 这是碰面 但是他没有看到我 他突然呢 就在后面冲出来 直接 然后之后我就说 哎 这个男怎么了 他给我发了一句话 然后他就说让我加他一下 然后聊了几句吧 然后就问我多大了 他多大了 然后他说那你有 其实我是一个很被动的人 我们是16年 我又有一届比赛 我来讲 这个我是有心理活动 心理 然后我就在战表上 我去找他的名字 结果找了半天发现 还真的有 拍了照片 然后发 你也在啊 然后我说对啊 对啊 你知道中间有很多那种 青狼和伴郎的游戏吗 郭达里是不是 接亲 是的 这个都是美好的阶段 对 咱们玩那个游戏青狼 就跑一次泥潭 跑一次泥潭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最爱小屋 我是PRIXNOW 20岁的马波波 心动的信号第5G 预言cp张根源 我是我可以实习队员张心动 因为阿豪不是也很喜欢张心动吗 什么叫很喜欢 哎呀怎么把我的心声说出来了 哈哈哈哈 秀个腹肌吧 八个 哈哈哈哈 已经出汗了 受不了了 你哈着吧 我们看节目了 对不起了小可爱 我 当场看自己的最醒的那种感觉 好可怕 我们设想是基于 如果他们两个混账 我觉得他们是上风 所以我们就去捡他的喽 所以我们就去捡他的喽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对 万万没有想到 他回去之后躺了好几天之后 突然 再有一天说一句话 他说 好不讲武德呀 哈哈哈哈 这一场我们最敬佩的就是黄蜜 你可以看到他真的很拼 这个就是爱情 每周一精彩预告抢先看 周二周三十九点正片更新 周四周五十二点 会员专详加更版 至爱之战陪练版 还有花式物料和惊喜活动福利 不定时放送 至爱之战 伴你至爱过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